三峡大坝 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有人会问鱼儿为什么要往上游呢 游不上去 待在下游不就行了 其实鱼有鱼的生活习惯 很多鱼到了繁殖期 为了寻找适合的繁殖点 都需要游到上游找地方缠乱 但是三峡大坝这么高 这些鱼儿如果想游上去 怕是没那么容易 其实在建这项浩大工程的时候 专家们也考虑到了这些方面 大坝在设计上 其实已经给了鱼儿游上去的通道 在旁侧就有专门挖了供鱼游上去的通道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鱼 从旁侧的通道上下游动 而且待到开闸放船的时候 鱼还可以从闸门处游上去 或者游下来 再有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设计师们已经在鱼道里 为鱼儿挖了几个小水池 主要是给游得内的鱼 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 而且鱼在这里不用担心会被水冲走 这些水池经过特别的设计 具有缓冲水式的作用 除了这些鱼道可以给鱼游到上游之外 还有就是人工的水箱 这些水箱就像是养鱼的池塘 当鱼制的差不多了之后 就有人会用升降机把水平位置抬高 然后打开闸门 鱼儿就可以走到上游去了 虽然人们的这些设计 帮助了很多鱼上下游迁移 但每年撞死在堤坝上的鱼也很多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了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三峡大坝 这样的一个大工程呢 欢迎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